欢迎各位和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今日新闻 我们非常高兴为您带来今天的热点和值得关注的消息 首先,我们有关于明星肖敬腾的特别消息 他在电视上出现了整整一天,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 电视时光揭示了他的出现,让许多人不得不对他的美丽和才华感叹不已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歌手王一博的辛勤歌,一首充满情感和爱意的音乐作品 优美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必定传达出对观众内心的真挚寄托 另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歌手李纯的超过一年的纪念一首充满浪漫和深情的爱情歌曲 真挚的歌词和真实的情感,使这首歌成为无法忘怀的情歌之一 因此,这就是我们节目今日新闻的亮点 我们希望这些信息能给您和您的朋友们带来愉快和难忘的时刻 诚挚地感谢您与我们一同陪伴 近期,肖战在电视上的出现吸引了中国影视爱好者和观众的广泛关注 他的演技备受赞誉,每一部参与的影视作品和节目都取得了超乎预期的成功 电视节目的时光不断变化,但每当肖战出现,人们都不禁为他的特别演技感叹不已 他真挚的眼神,自然的表情和与角色的完美融入是肖战在荧幕上独特魅力的要素 他不仅能演绎强大杨刚的主角形象,还能刻画出角色内心细腻的情感 肖战在电视上频繁出现,不仅让粉丝激动不已,也引起了不了解他的观众的好奇心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的个人生活和幕后故事 从一个有才华的演员,肖战已经成为中国娱乐圈的一位值得注意的标志性人物 然而,成功总是伴随着压力和挑战 频繁出现在电视上让肖战必须在演技上保持独特,寻找新的有趣角色,以避免让观众感到厌倦 此外,大量关注也意味着他必须面对公众的期望和压力 但肖战始终努力保持坚定的心态,全身心地投入演艺事业 值得赞扬的是,肖战不仅限于出演英俊、杨刚的角色,还积极参与多样化的艺术项目 他展现了出色的歌唱、舞蹈技巧,并积极参与慈善活动、筹款和社会公益活动 这表明肖战不仅希望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还希望积极贡献社会 每次肖战出现在电视上,他都给观众留下了独特的印象 他对演艺事业的严肃态度和对艺术的热爱,以及粉丝的支持和热情 都是帮助他在观众心中保持突出地位的重要因素 肖战已经成为中国娱乐圈的新标志,而他的事业在未来仍将继续蓬勃发展 欢迎各位和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今日新闻 我们非常高兴为您带来今天的热点和值得关注的消息 首先,我们有关于明星肖敬腾的特别消息 他在电视上出现了整整一天,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关注 电视时光揭示了他的出现,让许多人不得不对他的美丽和才华感叹不已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歌手王一博的辛勤歌,一首充满情感和爱意的音乐作品 优美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必定传达出对观众内心的真挚寄托 另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歌手李淳的超过一年的纪念一首充满浪漫和深情的爱情歌曲 真挚的歌词和真实的情感,使这首歌成为无法忘怀的情歌之一 因此,这就是我们节目今日新闻的亮点 我们希望这些信息能给您和您的朋友们带来愉快和难忘的时刻 诚挚地感谢您与我们一同陪伴 近期,肖战在电视上的出现吸引了中国影视爱好者和观众的广泛关注 他的演技备受赞誉,每一部参与的影视作品和节目都取得了超乎预期的成功 电视节目的时光不断变化,但每当肖战出现,人们都不禁为他的特别演技感叹不已 他真挚的眼神,自然的表情和与角色的完美融入是肖战在荧幕上独特魅力的要素 他不仅能演绎强大杨刚的主角形象,还能刻画出角色内心细腻的情感 肖战在电视上频繁出现,不仅让粉丝激动不已,也引起了不了解他的观众的好奇心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的个人生活和幕后故事 从一个有才华的演员,肖战已经成为中国娱乐圈的一位值得注意的标志性人物 然而,成功总是伴随着压力和挑战 频繁出现在电视上让肖战必须在演技上保持独特,寻找新的有趣角色,以避免让观众感到厌倦 此外,大量关注也意味着他必须面对公众的期望和压力 但肖战始终努力保持坚定的心态,全身心地投入演艺事业 值得赞扬的是,肖战不仅限于出演英俊、杨刚的角色,还积极参与多样化的艺术项目 他展现了出色的歌唱、舞蹈技巧,并积极参与慈善活动、筹款和社会公益活动 这表明肖战不仅希望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还希望积极贡献社会 每次肖战出现在电视上,他都给观众留下了独特的印象 他对演艺事业的严肃态度和对艺术的热爱,以及粉丝的支持和热情 都是帮助他在观众心中保持突出地位的重要因素 肖战已经成为中国娱乐圈的新标志,而他的事业在未来仍将继续蓬勃发展 王一博与庆余年李沁新剧《普恋曲》,谁说明星不能有真爱 一直以来,娱乐圈总是充满了各种流言蜚语和八卦新闻 而当两大知名演员王一博和李沁宣布将在新剧《庆余年》中合作 并谱写一段恋曲时,无疑引起了广大粉丝的关注和热议 王一博,作为国内新生代演员,凭借着在电视剧《陈情令》中的出色表现 一跃成为一线小生 他不仅演技了的,而且舞蹈、歌唱等多方面才华横溢 深受年轻观众的喜爱 而李沁,作为庆余年的女主角,也是一位备受瞩目的实力派演员 他在大热剧《花千古》中的精彩表现让观众记忆犹新 他的演技高超,塑造的角色形象深入人心,备受观众的认可 两大演员的结合,无疑是一大看点 但是,在这个追求流量的时代,这段恋曲也引来了不少质疑和批评 有些粉丝认为,两位演员的合作只是为了炒作 为了在娱乐圈获取更多的关注和流量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娱乐圈也有真爱存在 每一位演员,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的人格魅力和才华 在拍摄过程中,他们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共同成长 这样的情感纽带,也是演员之间的一种默契和信任 在这个充满质疑和批评的时代 我们应该学会用更宽容的心态去理解和支持演员的工作和选择 他们并非没有感情的机器,他们也需要关爱和呵护 他们的恋曲,也许不是为了炒作,而是出于真心的情感交流 当然,作为观众,我们也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期待 我们希望这段恋曲能够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让观众在欣赏演员演技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们真实的生活情感 让我们一起期待庆余年的上映 看看王一博和李沁将为我们演绎出怎样的爱情故事 相信他们的精彩表现,一定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和情感享受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八卦和炒作,更需要的是真实和真诚 王一博和李沁的合作的新剧《庆余年》,让我们看到了演员之间的真实情感交流和合作努力 相信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更多关于友情、爱情、亲情等主题的深刻探讨 以及对于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感悟 让我们用一种更加宽容和理解的心态来看待演员的合作拍戏这件事 他们不是机器,也不是简单的表演工具 他们是有感情,有思想的独立个体 他们在工作中付出了很多努力和汗水,他们在生活中也拥有着属于自己的情感世界 让我们一起期待《庆余年的上映》,看看王一博和李沁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和感动 相信这部作品不仅会让我们感受到演员的真实情感 更会让我们在欣赏优秀作品的同时,思考更多关于生活、关于情感、关于价值的话题 解决变作品